我也有一次 我小的时候 我那时候身高大概要到这儿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有一次我爸爸呢 带我去上班 可是你知道挤那个公交车 人很多很多 爸爸把我硬塞 硬塞 硬塞 先塞上去 但是你知道 当小朋友挤在这么紧 所有人都已经到这个程度的 公交车里面的时候 小孩子是有生命危险 对 没有气 我当时连说话都困难了 我说爸爸 我要死了 我爸爸以为我在开玩笑 别动 这么多人 那个救生员 救生员从楼上爬下来 没有了 我当时急受生智 旁边有个叔叔的腿 我先往他当下就钻了 就弓一下 就把他顶起来了 那那个叔叔说 爸爸 我要死了 爸爸说别丑 我爸爸一直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后来我哭着骂爸爸 我说我死了怎么办 真的 他说没事 你爸爸好狠哦 因为他感受不到 爸爸下车的时候说 今天的计划失败了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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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世界很酷